三位瑞穗国中毕业的校友在得知母校棒球队苦无交通车征战赛事后 特别结合浪凡慈善基金会浪爱到偏乡的计划 要赞助母校110万的棒球队专车 而校方以及队员们都万分感激 表示要搭乘专车逐一打造瑞中棒球的霸业 叱咤国内青少年棒谈的瑞穗国中棒球队 每逢出征国内大小赛事教练与家长还得要充当Uber司机再送球员参赛 毕业校友现任议员简志龙 赖国祥以及哈尼加兆三人看不下去 合力寻求资源解决学弟的困扰 让你们有一个安全的交通工具 让你们可以多到那边去比赛 所以我们基金会决定就赶购了一台全新的车子送给大家 那希望你们能够有好的成绩表现 三位议员校友结合五党及先议员迪布斯依赖 16号引荐浪返慈散基金会 捐赠购置110万元棒球队专车给瑞穗国中母校 捐赠一事中校长徐俊杰也代表班政感谢壮 感谢校友以及基金会的无私大爱 有了百万棒球队专车不仅教练 选手们也万分感谢 誓言要以这一部车逐步打造瑞穗国中的棒球霸业 基金会让我们直播他们有看过我们的校车 也有看过我们球员的比赛 他也觉得可以用这一份爱去光海到这个边乡的孩子 我们很幸福啊 能够有这样的行车我们今天好好珍惜 其实也不用说人紧 也不用担心什么能不能有问题 我会比较急而且比较凉 比较凉 很心啊然后有那种有气势 尖志龙等三位议员 其勉学弟们珍惜每一天 秉持求来就打有梦就追的精神 在课业级棒球竞赛努力精进 为花莲为台湾争光 记者是玉兰瑞社采访报道